黃金現在很貴 假的黃金也真的做得有夠真 中國大陸現在出現了 有人去買黃金 當場用火烤 烤完之後沒有變色 心想絕對不會有假 但沒有想到回去一早 裡面居然是贏 還有包括他其實有官方的證書 但沒有想到這個證號 沒有這個證書 有夠恐怖的 還有包括他們去錯這些黃金 外表真的那一層就是黃金 但錯錯錯 錯深一點裡面 發現來風月高 原來出現來 來一克才44塊台幣而已 這麼便宜 但是它的特質密度跟黃金很接近 所以你在檢測的時候 檢測報告其實是查不出來的 那中國大陸已經連續17個月 瘋狂的買黃金 你看到越買越多 越買越多 總值超過5兆了 還有包括巴菲特也告訴大家 以前2011年的時候 他告訴大家黃金不會增值 沒有用 這個股票土地都比他好 他甚至舉一個例子 如果從1965年 100塊美金投資下去 投資黃金 投資股票 到了2011年 黃金會比這個土地 股票會比黃金多36% 所以巴菲特有傳出 他比較不喜歡黃金 不過事實上在2020年的時候 他有買相關的這些股票 不到一年就把它賣出去 那日本出現了一個男生 他在牙醫的診所裡面 連續10年他去賣他們裡面 特殊的這些金屬材質 得手600萬元 請教兵哥 對 其實貴金屬一直都是 很多人觸予的對象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在網路上 去買黃金 這個是你根本連東西都沒看到 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所以我覺得 這種被欺騙的方式 基本上就跟那種網路 愛情詐騙沒什麼兩樣 就是一個你從來沒看過的東西 人家隨便告訴你你就相信 因為在網路上看到的所有的東西 都可能是真的 你看到的時候是真的 但你收到貨的時候是假的 請問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去辨別的東西 這種你千萬不要去買 因為黃金這種東西 自古以來就是 詐騙最盛行的東西 想盡辦法找比重 這種東西跟他參在一起 你就一般人根本沒有辦法分辨 那大陸為什麼要狂買黃金 其實我告訴大家好不好 他根本黃金太少 你相對於美國 他的黃金存量不到 美國的十分之一 所以他會趕進度 是 因為以大陸說 他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他的黃金儲備量 其實相對偏少 所以他本來就應該要儲備黃金 那更何況 這兩年發生什麼事 二烏戰爭 對啊 戰爭一直在延續 戰爭延續的時候 黃金的價格通常都會比較高 所以大家都會去搶黃金 因為黃金比較穩定 那至於巴菲特 為什麼他不願意投資黃金 因為人家看得準 他看得準的一些股票 會漲得比黃金更厲害 我們看不準的 還是不要隨便學 我們不要學他 學他你會死得很難看 就這麼簡單 所以有很多事情別人能做 你不見得能做 真的不要相信看一本書 就會讓你變成股神 好 那另外更厲害的 就是液態黃金 他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橄欖油突然變得非常非常貴 先來看這個地方 現在好是多的橄欖油 在3月19號本來還749塊錢 4月20號隔一個月而已 飆漲到1099元 黃金也沒有飆到這種程度 他都飆了已經漲了46% 西班牙的這些橄欖油價 一月份的時候每公斤 大概是新台幣319元 3月底已經飆到台幣277塊錢 近期是270塊錢 這個怎麼是往下跌 到底是什麼事 請教原資 因為這個橄欖油最主要 它的原產地都在南歐 就是義大利 希臘 西班牙那邊 我們這邊的價格會受到原產地的價格 影響非常多 為什麼會出現價格飆漲 主要是氣候關係 因為他們南歐那邊就是酷暑 就沒有下雨 所以影響到橄欖的收成 沒有橄欖當然橄欖油就會減少 所以你知道現在 除了台灣這邊的價格非常高之外 至少台灣還沒有出現犯罪行為 現在在西班牙 超多人去超市去偷橄欖油 漲了68% 68% 你知道有一次有人直接去 一個油廠偷了5萬公升 大概價值台幣1500多萬左右 5萬公升怎麼偷 我不知道怎麼偷 開一台車去載 可能就是用那種好幾台車 去把它載走 1500萬 然後在各超市都一直出現 那種偷油的那種犯罪行為 所以非常誇張 因為後來有點下雨 所以這兩個月可能價格 有下了一點點 但是已經漲到非常離譜 像義大利的感覺 我們台灣這陣子的義大利餐廳 可能又要漲很多 目前義大利餐廳是都還撐住 都還撐住 但實際上因為義大利餐廳用 還是跟得住 因為現在工資 接下來電價漲 然後薪資也漲 跟得住 所以有業者說快跟不住 有業者說如果再這樣漲上去的話 他們可能 因為他們成本已經提高到20%左右 所以之後可能就會面臨到 餐廳也是會漲 現在就看看天氣會不會好一點 不過如果同樣的問題 問我們官員 我們官員可能說 那你就不要吃義大利麵就好了 你可以吃麵包 或者是吃白飯 對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新牛排館他到酒精的時候 直接看畫面相當驚人 明明沒有火 到居然爆炸 整個大起火 三個電源都受到 很嚴重的這些灼傷 但奇怪 這畫面裡面 根本沒有任何的火源 怎麼會突然點火 原來倒酒精的電源後面就是烤爐 烤爐的溫度有點高 酒精其實它是揮發性的 酒氣一出去就點燃了 所以這個狀況非常的危險 包括我們過往吃火鍋的時候 我們如果用酒精膏 用倒的 其實也是因為揮發性的 甚至有些人操作不當 所以你明明還在煮的時候 就倒下去了 就導致客人受傷 過往都有這些案例 不過現在大部分 就不會用酒精膏了 以前我在夜店喝酒的時候 有一次有明火表演 也是本來就倒在前面 但突然來一陣風 因為它旁邊有所謂的酒氣 立刻突然一陣火 就燒到旁邊去 然後短短的不到一秒鐘 就把大家的眉毛 甚至有些皮膚 燒到二度的灼傷 請教兵哥 其實酒精白就是 揮發性很強 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我們人類都要抱歉 你的眉毛跟頭髮 是超級易燃物 只要沾到一點火 它會立刻燒起來 那原汁應該會更擔心 是 你都燒頭髮 沒有 我覺得我要提醒大家 雖然現在用酒精膏 比較少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你發現電源 它的操作 你覺得有點危險 你趕快避開 因為之前就有發生過 就是有那個電源是菜鳥 他沒有做好訓練 然後他就直接用酒精膏 去幫那個小火鍋加酒精 就整個燒起來 然後顧客就整個三度灼傷 所以幾件事情 大家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一般現在 如果說你要點燃的話 都要用那種長條的那種 不能直接去 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看到店家用酒精膏 最好是就不要去了 對 太危險了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很想吃的話 幾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不要讓他在你的前面 直接加油金 因為正常來說 他應該把整個搬到旁邊去 去處理 再來把他搬回來 但有時候一忙 公讀生如果比較沒有經驗的 就會做出一些NG的動作 所以我們自己要避開 然後再來就是 假設酒精有滴出來的話 你要趕快炒 不然就是自己要趕快炒 否則的話 這個也很容易 就剛剛這樣一不小心 火一弄到然後就燒起來 而且我勸大家 如果是夜店那種地方 明火表演有看到閃遠一點 基本上現在規定 夜店是不可以明火表演 對 但是其實還是偷偷來 對 這個其實要報警檢舉 對 那個酒精一出去 其實大家都很危險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拜託